菲律賓說中國在菲律賓領海單方面實施捕魚禁令 和派船干擾科研活動向中方提出抗議 菲律賓外交部發表聲明 說向中方提出外交致會 抗議中方單方面在南海實施優如期捕魚禁令 說有關範圍涉及菲律賓有主權和管轄權的水域 菲律禁令由5月1日起實施到8月16日為止 為期三個半月 外交部官員說4月初傳召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人員 抗議中方海警船騷擾在菲律賓西部對開 馬尼拉海溝研究海底斷層的科研船 有關研究由菲律賓和台灣的大學聯合進行 中方一直強調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有充分歷史和法理依據 始終自力和當事國通過談判協商 妥善管控分歧 上海今天起全市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不少市民第一時間上屆慶祝 搭入凌晨凌時 不少上海市民在外灘迎接生活回復正常的這一刻 難得可以自由活動 有人更加坐在街邊喝酒慶祝 附近警察也沒有干預 上海市政府宣布今天起身處防範區的居民恢復出入 強調任何單位不得限制居民出入 地面交通、鐵路等恢復基本運行 前往上海國內航班逐步恢復 救物中心、超市、美容院等重開 但會限制人流 而戲院、健身房等物閉場所繼續關閉 市民搭公共交通工具及公眾場所 要出示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無線電視記者楊德偉報道 哈爾濱有一對警察夫婦 因為堅守防疫第一線 已經四次失約婚禮 哈爾濱公安局道理分局警員留言 和同樣是警員的丈夫正進行視像通話 疫情下雖然屬同一個分局 這一對警察夫婦很少有機會見面 在疫情期間我需要對核酸檢測店進行出錢 還有大量的流調電話需要打 然後我愛人是在隔離賓館進行工作 也沒有辦法監顧家庭 疫情期間我負責的是現場流調工作 為了安全的考慮我們都是集中的辦公 回家的次數也非常的少 今年回家也就十多次左右 兩個人領結婚症已經兩年 因為疫情未能夠成功舉辦婚禮 未滿周歲的小朋友也都只可以暫時由爺爺媽媽照顧 從2020年1月10號領政到現在 我們一共籌辦了四次婚禮 都因為疫情退遲了 雖然很遺憾 但是作為民警 我們有更重要的防疫工作要去做 希望疫情早點結束 我們也可以如期舉辦婚禮 留言說作為警察夫婦 女人願意將藍色警服作為一世的情侶裝 無線電視記者蕭子恆報導 敦煌莫高窟壁畫是中華歷史文化的貴寶 甘肅有一個廚師復活壁畫上的街窯 搬償現代餐廳 千年前古絲綢之路上的敦煌 會聚各地美食風格 形成融合中西飲食體系的敦煌菜 國家特一級廚師趙長安 多年致力於敦煌菜收集研究 東煌菜應該說和這個東煌它是同時形成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衣食住行 如果沒有這個食物 那也沒有東煌 也沒有絲綢之路 趙長安介紹說 敦煌位處西域三道交會樞紐 和西域各民族都有往來 無論是南方的米飯、茶名 北方的粟米飯、扇子 還是西域的壺餅、烤餅都兼收並促 1985年趙長安第一次入敦煌 從石窟碧畫和文獻中 發掘諸多飲食文化的記載 他考慮用互聯網 擴大敦煌菜的知名度 和創作更多精品菜 推廣至全世界 毛孫志記者麥斯文報道 福建有來自台灣的設計師 用油畫和模型 追憶百年旋征歷史 一起來看看 拿著顏料拿著畫筆 52歲的高英智 正是專心創作油畫 他在台灣曾經擔任電影道具製作 一次偶然機會 他認識了福州模型設計製作公司的負責人 2018年來到福州 擔任這間公司的設計師和製作師 他平日喜歡創作油畫和仿真艦船模型 用藝術手段還原旋征歷史 這也是我畫一幅所謂的返航 回到馬尾港口這邊 然後玩下船員跟岸邊的人的互動 福建旋征是清代洋務運動其中重要一環 1866年左宗堂上午清廷創辦船政 設立有中國海軍搖臨之稱的船政學堂 對高英智來說 歷史題材油畫需要反覆考證 是專家幫助下 火炮震天、燒煙微慢的戰場 在艦船上的火炮、原槍、水兵服裝 和軍旗樣積等的細節都很考究 高英智希望透過畫畫和模型 可觀可感的形式 令到百年印記活起來 無線電視記者蕭子恒報導 外地新增68宗新冠病毒本地個案 其中46宗屬於無症狀感染 上海全市即是起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踏入凌晨凌時 不少上海市民在外灘迎接生活恢復正常的這一刻 終於可以自由活動 有人更加坐在街邊喝酒慶祝 附近警察也沒有干預 我以為說這邊可能是沒有太多人的 然後過來還是挺驚訝的 然後就這邊挺多人的 感覺還是滿好的就是挺興奮的 上海市政府宣布今天在新處防範區的居民恢復出入 強調任何單位不得限制居民出入 地面交通、鐵路等恢復基本運行 前往上海國內航班逐步恢復 救物中心、超市、美容院等重開 但會限制人流 而戲院、健身房等密閉場所繼續關閉 市民搭公共交通工具及公眾場所 要出示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無線電視記者楊德偉報導 上海分區封控兩個多月之後 即日開始解除區域臨時交通管制措施 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南北高架橋的車流量已經恢復 部分路段更加出現實斜 在外灘車流就不算特別多 地鐵人民廣場站是三條地鐵線的轉車站 上班族數碼入站 地鐵公司派工作人員在場協助 全市出租車和網約車也恢復 在出租車公司的停車場上午已經有100部車停泊 坐客前車廂都要先進行消毒實菌 美國副財長阿德耶穆說 拜登政府積極考慮削減部分中國關稅 但在制裁中國企業上 美方態度仍然強硬 商務部長雷蒙多說 或者會將更多中國公司列入出口管制清担 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會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以及財長耶倫商討應對美國的高通脹 當地有聲音包括有白宮經濟顧問認為 削減部分特朗普時期宣布對中國貨品徵收的關稅 可以押止通脹 美國副財長阿德耶穆接受傳媒訪問時證實 拜登政府正積極考慮相關減關稅建議 但說押益短期物價的同時 亦都要平衡中國長期的不公平競爭 以免影響美國企業和工人的競爭力 美國政府內部據報仍然未有共識 當中耶倫一改去年形容 當地通脹只是小風險的口風 承認錯誤估計通脹走勢 早前建議削減非戰略中國消費品的關稅 貿易代表戴琪立場就相對強硬 認為保留關稅可以迫使中國 兌現在貿易上的承諾 以及停止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美國商務部在制裁中國企業上 亦都不肯讓步 部長雷蒙多聲稱正調查中國 有沒有逃避美國對其他國家和個人的制裁 指控中方想到用建立新公司的方法 繞過制裁 形容會非常警惕和積極調查 搜集資料、證據等等 將涉事公司列入出口管制清單 更加希望和盟友合作 令到貿易限制和美國的管制一致 除了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 晶片製造商中心之外 早前據報考慮以人權為理由 將監控設備生產商海康威視 罕有列入特別制裁名單 限制和全球企業做生意 中方多次強調希望美方盡快取消關稅 相信有利美國和全球消費者 亦有助中美經貿關係重回正軌 同時反對美方犯化國家安全概念 濫用國家權力壓制中國企業 中方會採取措施捍衛合法權益 無線電視機仔、仰潔儀報導